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记得为我们点赞 分享 然后呢 记得第一时间订阅我们的频道 然后获取最新的视频推送通知 那我们今天呢 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 就是很多的佛牌新手 在入门泰国佛牌之后呢 都会非常关心的一个课题 是什么呢? 那就是关于泰国佛牌的真假牌之分 因为呢 很多新手要入门一个佛牌的时候呢 就会被很多的一些泰国佛牌的一些资讯 给误导 为什么呢? 因为网上很多的牌商都不断在宣称 泰国佛牌有很多假牌 那真牌很难求 那到底真牌是不是很难求呢? 那首先第一点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在泰国佛牌这个领域里面 所谓的真牌是什么意思? 那其实在泰国佛牌里面呢 制作佛牌是非常的严谨的 那从整个佛牌的模具也需要开光 用料需要严格的筛选 比如说他们会选一些像是一些特殊的草药啊 一些特殊的金属啊 一些殊胜的法器啊 一些特别的矿物啊 作为制作佛牌的一些用料 那么在整个制作的过程当中呢 会有僧侣不断的诵经 包括导模 包括压模 包括制作了之后呢 再额外的开光 可能开光的时间呢 诵经的时间呢 也会有一个非常长的一个时间 去加持这个圣物 所以也是为什么呢 就是泰国佛牌啊 经常会传出很多灵验的事迹 那是因为泰国佛牌 在制作的整个流程当中 非常的用心 所以首先第一点就是 如果这个佛牌能够证明 是从寺庙里面 直接供请出来 由这一家寺庙制作 并且开光的佛牌 那这就是一个真的东西 那我们接下来呢 我们要谈这个课题就是 是不是一定真的佛牌都配简定卡 那我们要谈的是说 其实真的佛牌是不一定配简定卡的 因为呢 这个佛牌从寺庙里面拿出来 正规的寺庙是不会从寺庙发简定卡给你的 那这个简定卡的作用是什么呢 其实简定卡的作用呢 主要上面卡上会写说 这个是源自于哪一个寺庙 什么年份制作 然后呢 什么师傅加持 然后最后呢 可能会写上这是什么材质 所以呢 其实简定卡最重要的一个作用 就是去证明这个佛牌是来自于寺庙 所以到最后结论还是什么 就是从寺庙里面拿出来的 由寺庙去制作加持的 就是真的佛牌 那么如果没有简定卡 我们又怎么去确认这个佛牌 是从寺庙里面拿出来呢 那近代的佛牌啊 从寺庙里面拿出来呢 寺庙也会做一些防伪的措施 那就包括什么呢 一般上近代的佛牌 都会有所谓的庙印 就是他制作这一批佛牌的时候 他会制作一个庙的印章 在打在这个佛牌上面 然后佛牌会有一个数量嘛 这个数量呢 他会根据每一枚佛牌 打上不同的编号 这都是近代佛牌 做的一些防伪的措施 而这一类佛牌基本上大家是 不太需要去 另外再做一张简定卡 因为那是非常没有意义的事情 那什么佛牌会需要简定卡呢 大部分的佛牌需要简定卡呢 可能是一些终老的佛牌 这些佛牌呢 可能在寺庙啊 是许多年前制作 那现在寺庙里面呢 已经结缘完毕 然后留到市场上之后呢 都是在一些当时候共寝的人的手上 OK 然后这个佛牌呢 就是多年来互相的交易啊 那口碑也很好 那开始交易的时候呢 那个价钱也是开始慢慢的攀升 那当有这个现象发生的时候呢 有市场价值就有所谓的仿制品 那简定卡其实当初的作用呢 就是针对这些终老佛牌 或者是古佛 因为呢有了仿制品 所以需要这个简定卡去证明 这个佛牌是当年从寺庙里面 拿出来的一个真品 所以这是简定卡的一个作用 所以对于一些有编号 有妙印 OK 有资料显示 这个是亲自去寺庙请的牌 以及呢有所谓相关的出塔资料的话呢 这些其实都是不太需要检定卡的 也不需要去怀疑 或者是需要去苦恼 这个佛牌的真假的 因为泰国啊 有三万家寺庙 然后制作佛牌的历史呢 就是历史上有记载 最古老的佛牌制作出土的历史 大约是1800年 那这是到现在为止的记录 有没有更久远的我们不知道 但是1800年的历史 三万家寺庙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那个制作量也是非常庞大的 不会每一款佛牌都有仿制品 仿制品呢 绝大多数呢 是针对一些比较有市场价值 比较有人炒作的一些佛牌而已 那一般上呢 可能低价位或者中价位的佛牌呢 只要有办法去证明是 来自于某一家寺庙 什么年份制作 然后呢 他的那个开光师傅是谁 那有所谓的寺庙的资料 去支持的话 那一般上都可以 OK 非常安心的去共情 所以通过我今天小小的分享 我希望大家真的去了解一些 基本的去判断 这个佛牌真伪的一些方法 当然整个佛牌的简定 是非常深奥的 但是我觉得对于一些 技术含量比较低的一些新牌呢 我分享的这些资料 已经足够给一般的新人 去判断这个佛牌的真伪 那至于对一些 比如说老佛牌 或者是古董佛牌呢 那我们会在过后的视频呢 在慢慢的跟大家呢 更深入的去探讨 如何去区分分辨 一些什么一些方法 去减定这个佛牌 那我今天的分享呢 就到这边 也希望大家呢 去注册成为我们网站的会员 那我们每一个月呢 将会有抽奖活动 给我们的会员送出免费的佛牌 所以呢 希望大家点赞分享 以及订阅我们的频道 然后呢 让大家可以知道 更多的更好的一些佛牌知识 所以我的分享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一下 收睇cuts 请不吝点赞 订阅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一下